喂!你和我一路不用用紙牌 你是男人來的 妹妹呢?沒問題啊 這樣也叫沒問題 喂喂!我先說一句 你先別吵,關你事 我們已經在走路了 你的屁股吹脹 喂!別走啊!你先別走啊! 喂!別走啊! 別走啊!別走啊! 喂! 我快走回行路了 幹嘛要碰我的事啊? 想發生什麼事啊? 你同事推進的時候 關不關你事先生啊? 喂!我先去同事啊! 我先發生什麼事啊! 後面有個高峰 關低了那個 戴眼鏡 不要坐啊! 為甚麼? 你先叫他回來啊! 你先發生什麼事啊! 我先發生什麼事啊! 現在是那個 戴著口罩 戴著眼鏡 高峰關低了那個 這個那邊那邊那邊 你先發生什麼事啊! 不要走入規了 我先發生什麼事啊! 在那邊那邊 什麼事啊!發生什麼事啊! 等等先啊! 不要說啊! 你不要過著啊! 請你不要過著啊! 你們不要過著啊! 這裡有行動區域啊! 在了解事件啊! 那你們先聊一件事啊! 我先走啊! 那些行動啊! 我現在是宣布啊! 那些行動區域啊! 你先走啊! 不看你啊! 你先走啊! 你先走啊! 不是! 你說怎樣怎樣? 後面那麼多人 為何要怎麼處過去啊? 我不管啊! 整件事啊! 不是! 你說要過來就過了來! 那麼多人怎麼處理啊? 不如我和你去 我都知道我沒有了 不然啊! 你叫你的警員過來先啊! 不是!我現在問他了 叫我啊! 你有通司啊! 是真的給你解決 看回後面啊! 全部離開! 所有的告者啊! 不要不要緊張 都不用了 請你先走啊! 我叫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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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做事啊! 你走出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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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你有權 你可以接受 但就不是現在你講一句話 你要拿下你的知識 發生什麼事很清楚 就不是說三道四 你明白嗎?不要緊 你有拍照的 你有拍片的 絕對你可以傳下告證 沒有問題 但不關你們的事 不需要多講的 我們需要當事人的資料 好不好?清楚嗎? 如果當事人 你就叫當事人 有當事人在我那裡 他認得過誰去香港 他認得過誰去香港 你不用... 不需要那麼多意見 你不是兩個有意見嗎? 一個人沒什麼 你現在是不是在徒求我的意見 你現在是不是在徒求我的意見 你不是在徒求我的意見 你不是在徒求我的意見嗎? 你不是在徒求我的意見嗎? 你不是在徒求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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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如這樣吧 你上一上我們警車 我們拿些資料 上警車 讓你用了又怎樣 你不如這樣 你不如這樣 你不如這樣問你 我問他 你不看著他 我不是說你 我不是說你嗎? 你不如這樣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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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會這樣問我 你不如這樣問我 下次叫你的同事 提清了運氣 才叫記者等候 明白明白 不要用身體去推搶 無論是男的女 你剛才在那邊 已經有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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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一個鏡子 不如我空 我不知道她是怎樣 我不知道她認識她是怎樣 女性都可以認識她的女性 是 明白 不是 我想給你 同事主義 我會真的以見訪問之餘 你現在 還有沒有這一刻 需要加低更多資料 我們先跟進去 又或者不要緊 你不想跟我回警車 你可以給你一個電話 我可以 譬如明天 等事成功了 我再聯絡你給你資料 明白 不如現在解決這件事很簡單 你叫回碰我同事那個警員 不是這樣解決 不是啊 你叫回碰我同事那個警員 過來說一聲 不如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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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成是怎樣解決 真的 我正在跟當事人說話 可不可以不要 你目不是錢 你找回她出來 不是 你找回她出來 那怎麼辦 你找回她出來 那如果她不肯 那又怎麼辦 那不肯就是你們警方的失敗 你明白嗎 這個問題是解決不了這件事 我不是想說 你那些事應該先動血 不是 我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你問我應不應該動血 你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你問當事人就可以了 你問了我發生什麼事 我一說錯我要怎樣 我要向她那邊了解 為甚麼我不可以只聽一面 我不是說沒有 我不是說沒有 那為甚麼你剛才 即時沒有叫警員留下 那為甚麼你即時沒有叫 我同事那個警員留下 解釋 你剛剛放了她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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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同事推她走 為甚麼想好好解決 我完全不知道什麼事 你現在不知道我們在做甚麼 你那些警察都在折騰我們 不如這樣 不如你都留下資料 等我省下臉 我又再向她們的動物 你要甚麼時間 因為我在現場 不知道看到甚麼事 可以做到一個伴 我只可以掌握 兩方面 你留下聯絡資料給我 你留下資料給我 唯一這個人可以幫到你 因為你想要在現場地上這樣 好像是沒有用的 不行不行不行 現在警察在這裏 不如這樣 不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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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不可以在網上找到你的 不關你 不關你 你會不會有人偏側 一些可以我們聯絡到 你公司電話都不關你 不關你 你可能不可以用私人 不關你 我們會去告訴你們 集蛋 你死定了 但你不是就行 你死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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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記者走出來 麻煩你 記者走出來麻煩你 記者走出來麻煩你 記者麻煩你 給他們的Defense看著 不過在東角度 在東角度 去後後後 去後後後 去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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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動員 你們現在的盡擇 去後後 去後後 去後 去後 如果你們選擇不離開 警察會把你們拘捕 去後 去後 來 去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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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怎樣去處理這件事? 其實剛剛兩位已經跟我們交了處理方式 他們都願意留下資料還有一步更進 但是他們的私人資料是否大家要這樣拍攝呢? 剛剛那個女士聲稱聲聲聲聲可能有些不愉快的事件 那是否要大家這樣圍住呢?會不會有壓力呢? 會不會大家給一些空間呢?會好些呢? 你們自己想一下記者的專業好不好? 我們現在跟兩個普通市民報案人 暫時不斷叫我們給他資料 但是不知給了資料之後會怎樣 我也想這樣拿著 即是一直拿著產生的防暴檢疫案 好 好 還要改善一下 然後 就一直拿著產生的防暴警員 就用身體這樣撞我 就是我叫他說你不要再撞了 我已經在騰著了 然後他就恐過我 說我沒撞你 之後後面那個 明明只有我跟他在說 然後後面那些同事又說 為什麼要上前班 然後我就... 總之是那位警員用他的身體 接觸了我女同事的身體部位 做比較私隱的身體部位之後 其實第一時間那位警員還在現場的時候 傳媒聯絡組是選擇 去被其他防務警員推開他 等他馬上離開現場之後 傳媒聯絡再用其他方法去幫我們跟進 現在他就要求 第一下是要求我們要上警車才可以留下資料給他 我們當然不會上警車 或者再回警署去跟他浪費時間 其實我們最快的解決方式就是 已經跟了傳媒聯絡組 不如馬上叫警員出來 在我女同事面前說一聲對不起 就是道歉之後之後 我希望不要再發生這些 干涉到我同事私隱身體部位的事情 但現在傳媒聯絡組就是不斷要我 放下我個人資料之後再跟進 我完全不知道之後 如果我放在個人資料之後 他會真的幫我跟進 幫我解決這件事 還是他想用其他方式去不了了之 如果今天被侵犯的不是我的女同事 是大家記者家的 大家是女行家的話 同樣地都是這樣的做法 其實這樣是不會解決到這件事 剛才警察聲稱他已經跟你交了 為什麼他會解決這件事 其實是沒有 我跟他說 不如叫你同事過來 之後他就說 我沒有可能 單憑你這樣說話 就叫同事或者叫他留下 我簡單說 你跟我說一聲對不起 你承認了他 我就算了 他這樣承認 你這樣說對不起 他說 如果我的同事說沒有 他這樣撒走了我 但起碼他應該叫同事來跟你對 到底他有沒有做到 因為剛剛即場的時候 他那個同事是跟我看著 他已經躲在PPRB後面 我見他笑笑口走 是啊 當他碰完我女同事的身體部位之後 其實即時一分鐘內他在現場 他還要在PPRB的後面 是看著我們 和PPRB的爭執 然後他再選擇 不了了之看著我和我女同事 笑笑口走回到他後面 在防暴checkline的防暴群裏面 而不是選擇 真的站在那裏 和PPRB 和我們解釋整件事 其實我們只不過是需要一句對不起 雖然這樣對不起 是不會彌補到對我女同事的損失 但如果大家 不想再妨礙他們做事 或者妨礙我們傳媒之間做事 其實很簡單一件事 叫碰到我女同事身體部位 各位男警員 出來對質 出來解釋 就是這麼簡單 但一件這麼簡單的事都做不好 做不好之餘 她不是 她不是 不叫她過來 是直接選擇去推她走 這件事我們覺得是完全接受不到 即可能今天是我女同事 但可能下次的執勤 或者下次出來工作 是其他的女性的時候 同樣也是這樣解決不到 你們覺得待會怎樣去處理這件事 我覺得起碼至少叫她出來先 而不是這樣去包庇她的同事 但警察現在不是 這個就是他們 即大家要見到 這個就是香港警察這樣的做法 所以現在 PPRB那邊就叫我們留下私人資料 但他第一下叫我們留下私人資料 不是普通的留下媒體名 不是普通的留下電話 是叫我們上警車跟他們回去 繼續跟進 當然我們不會這樣做 我們不要因為她的錯誤 而我們執勤的時間被她擔誤到 即今晚還有大家 汽車行家 大家還有工作的時間 為甚麼要因為她們的錯誤 而我們要配合她們呢 一件很無賴的事情 那麼多鏡頭拍著她的嘴都說沒有 那究竟沒有鏡頭拍著的 她都是不會贏的 即她很多事情 即明明當面解決到 那為甚麼不出來呢 即我明白大家工作的時候 是會有推錯 那你認了她們跟我說對不起 我都已經算數了 最近我不想搞到這麼大件事 是她搞到這麼大件事 她的指引告訴我們 我們要繼續退後 繼續站在這裏 還是怎樣 但是當我們上了行人路的時候 跟從了她們最基本的 我們上行人路 沒有問題的 我們妨礙不了她的執勤 但是同時那個男表演 就繼續用她的胸 繼續推 繼續推撞 連盾牌都沒有拿 繼續用她的身體接觸 對女同事 那那時候 就是這樣一件事 那時候其實第一下 已經是想 叫國外防暴警員留下 那最後現在 她已經在裏面 繼續跟她的男同事 可能在分享這件事也好 譚笑風生也好 她所謂的執勤也好 我完全接受不到 這樣的一件 所謂完結了一件事 想問一下 能否認得到 那次國外的編員 你有沒有些甚麼 編號 有沒有些甚麼編號 我們要看回 之後的片段 才會找回 但如果眼見的話 其實都 可能會認得出 但我已經不知道 那位防暴警員 走了在後面哪一處 她現在抄了 你問她知道嗎 還沒抄 還沒抄 那看到有警員 在這個位置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